特斯拉投资者日将于周三3月1日举行 CEO马斯克将会展示他称霸全球的最后一块蓝图 今天我会有基于特斯拉近期所采取的一些举措和一些泄露给媒体的消息 来预测投资者日上将会发生什么 1.新的小型车型 2.新的特斯拉车工厂 3.称霸全球电车三部曲最终篇 1.马斯克极大可能会宣布特斯拉即将量产更小型车型 只需要25000美元 马斯克发的投资者日海报其实放大看是一个个车的框架 这极有可能是在暗示新的车型即将量产 这款车的消息已经被泄露给媒体 这个图是预测新车的样子 其规格和初步定价可能会被宣布 马斯克已经确认生产价格只用型号三车型的50% 目前比亚迪称霸了中国电车的低端市场 特斯拉新的便宜车型正式宣布了对比亚迪低端市场的开展 2.新的特斯拉车工厂 特斯拉目前的工厂产能为每年190万辆 特斯拉原本计划对上海工厂进行扩建 但这个计划已经被搁置 所以如果特斯拉按照其50%的增长目标不断扩张 到2026年 特斯拉的年产能将达到600万辆 在大多数地点除了中国 新工厂需要三年时间来设计 建造和投产 我认为马斯克不会降低其50%的增长预测 因此 投资者日很可能会宣布新工厂的建设计划 印度尼西亚有可能是新的工厂选址 但目前只处于与印尼政府早期的讨论阶段 距离最终确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传言称墨西哥将成为新的汽车装配工厂选址 墨西哥有着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优势 墨西哥生产的汽车也可以获得美国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还有消息已经透露 特斯拉计划在内华达州建设一座耗资36亿美元的巨型工厂 生产高达10千兆瓦容量的电池 并在同一地点最终组装特斯拉卡车 三 称霸全球电车三部曲最终篇 马斯克会宣布所有人期待已久的 他给特斯拉画出的最后一张蓝图 他一定会讲到自动驾驶技术 特斯拉在这项技术上的投资太大了 所以无论如何 马斯克一定会继续推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同时我认为马斯克会将一部分焦点转向能源存储领域 扩大能源存储业务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家庭层面上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电池组安装在小规模太阳能应用中 电池材料 特别适离 是扩大能源领域最重要的一环 特斯拉已经锁定了供应商 所以第三阶段的特斯拉计划 还可能包括进入电池供应链的上游部分 例如理采矿和加工 特斯拉的投资者日将会引起很多关注 这个事件将得到广泛的财经媒体报道 特斯拉的股票很可能会因为宣传而获得暂时的推动 但特斯拉的股票经常在特斯拉投资日前上涨 投资日开始后回落 大家请谨慎 最后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